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邓小平难寻 是否恰当 北戴河会议后 中共不断通过外媒释放习近平将要走出国门 与外国领导人会晤的消息 这些传闻是否会成真呢 华尔街日报8月19日报道说 习近平正准备在9月中旬前往乌兹别克斯坦 出席在萨马尔汉市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年度崩会 他将在那里会见普京和其他国家领导人 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共 俄罗斯和中亚国家 于2001年成立的地区安全集团 被形容为东方的北约 印尼总统左科维多多周四8月18日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 习近平和普京都表示计划参加巴厘岛举行的G20崩会 习近平会来 普京总统也告诉我他会来 根据计划 然后习近平将前往曼谷出席亚太金河组织APEC崩会 华尔街日报报道 中共官员正计划让习近平在11月访问东南亚期间 与拜登进行面对面会晤 这也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 两人第一次面对面会谈 而拜习会就安排在G20崩会和APEC会议之间的某个时间点 知情人士说 准备工作仍处于早期阶段 可能会有所改变 但中共外交部对这个消息不置可否 只说如果有相关消息 我们会实时发布 路透社报道 拜登预计出席G20崩会 但白宫没有透露拜登是否会和习近平会谈 北戴河会议刚结束 消息人士立马出来放风 暗示习近平在北戴河会议已经过关 爆料称 拜习会是在11月 也就是二十大刚刚结束之后 以此来释放习笃定连任的信号 与美国平起平坐 这大概就是习近平对自己的定位 有分析指出 习近平试图为自己营造一种加冕的氛围 正说明习对连任没有信心 没有把握 才利用外媒放风 才要用外访为自己连任背书 为自己的所谓国际认可度加分 明天系创办人肖建华案 8月19日尘埃落定 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一审判肖建华13年徒刑 并处罚金650万元人民币 判处明天控股罚款550.3亿元 肖建华被认为是江派大佬曾庆红家族的白手套 此案涉及中共内斗 法院指出 肖建华有非法吸收资金等四宗罪 涉及资金总额达6000多亿元 除了规模性的资金御用 肖建华仅行贿就涉及6.8亿元 宣判书提到 肖建华自首 认罪认罚 配合追赃等 还具有立功表现 从宽处罚 掌握万亿资金的肖建华 是管理曾庆红家族的钱袋子 曾庆红有江泽民的军事之称 2015年 习近平生日的当天 大陆爆发的大股灾 外界认为是江派发动的一场金融政变 之后 习近平持续整肃金融系统 肖建华2017年被秘密抓捕 明天系被官方接收 2017年1月底 肖建华遭中共强力部门 从香港代反内地 之后由港媒披露 肖建华被关押在上海松江 他对调查非常配合 只要身体许可都积极交代问题 为习近平当局清理金融大鳄提供了联络图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 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从肖建华被抓回大陆后的舆论来看 习近平可能原想把他作为一个重磅炸弹 在中共二十大前 对阻止其连任的派系进行震慑或逼退 但周五宣判结果显示 其罪名都是经济性质 完全没有涉及背后的利益集团和政治因素 13年刑期也是轻判 判决没有过去想象的那么严厉 没有政治化 阴谋化 就经济论经济 基本上是一个妥协的结果 陈奎德认为 对肖建华的轻判是习近平为追求连任 面对党内的反对力量做出的一种妥协 在美国的时事评论员恒和认为 对肖建华的宣判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是习近平在北戴河会议上受到很大压力 而利用这次宣判发出一种警告 把肖建华判轻一点的意思就是说 他已经交代了很多东西 配合得很好 这样一来别人就没把握了 恒和说 如果要是判个死刑 倒是很多人放心了 现在掉在那里让大家都担心 这个策略应该是对习近平有一定好处的 恒和表示 肖建华本身被判多重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掌控很多材料 习近平可以此继续控制各派系 保证二十大顺利连任 北戴河会议后 李克强第一个亮相 南下到深圳主持了六个经济大省座谈会 说明他的经济大权没有旁落 他督促四个沿海省完成财政上缴任务 确保超过六成的贡献 李克强考察深圳延田港时 称改革开放还要继续往前推进 黄河长江不会倒流 他在邓小平同向前说 不管国际层面如何变化 不管有什么样的复杂情况 改革开放一定是坚定前行 不过党媒没有报道这些话 相关的网络视频也很快遭到删除 有人把李克强的深圳型 比作是当年的邓小平南巡 对此时事评论员周小辉撰文分析 李克强和邓小平都是在中共面临 巨大危机时提出改革开放 但二者基本没有可比性 原因可以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来看 从国内看 1992年的邓小平虽然已不在位 但仍掌握军权 因此邓小平南巡时 可以借军方力量 给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施压 称谁不改革谁就下台 板官李克强 虽然赢得了中共元老的支持 但自身并不掌握军权 且总理的身份使他也无法越过习近平 更无法利用媒体为自己发声 他想推行的政策也必将受到掣肘 再看国际环境 邓小平南巡时 西方政府中还以拥抱熊猫派为主 他们希望通过经济发展推动中国走入民主社会 如今中共在经济发展后 在国际上咄咄逼人 对香港的摧残 对新疆维族人的迫害 以及对西方的渗透 让西方政府逐渐意识到了 中共才是世界上最大的威胁 中共的党内之争 不管是李克强要继续改革开放也好 还是习近平要走回毛左路线也好 都排除了宪政转型 并不想放弃中共这条船 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认为 只有中共退出历史舞台 让中国人开启宪政转型 中国、中华民族才有出路 但是在中共内部 习家军和反习派 双方都不想走这条路 都没有沉船计划 他们都要维持中共这条船 所征的只是船游水掌舵 往哪个地方开而已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开风云节目 别忘了订阅、点赞、并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